这儿的做法至少能达到20 20种 煎炒弄炸为什么要肥藏厌的 我一定要不许吃零 哦 也是重口味 是的 这个肥藏真的好肥 比这么厚实 咋样 口感怎么样这个 可以 完全可以 完美 还是没有下去菜上的 好羞爱吃 干嘛干嘛干嘛 都是厨师 都是厨师 这是我想说的 一看都有口感 它不是那薄刀一层皮 它用长头的那部分 肥而不腻 它这咸淡口是怎么样 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平时口味挺淡的 我觉得挺好 反正当中没有吃过就很好 这个口感比我Q弹 Q弹 就是软汗当中还有点筋的 哦 对对对 而且看着也非常干净 所以没有别的异味 一说吃肥肠很难想象 我以为都是大老爷们儿 也有女士好这口子是吧 喜欢吃这个 这个混暖成的香 就这样咽的就相吃 大肠真的能算得上 是重口味爱好者的心头好了 而不喜欢的小伙伴也能一口不沾 瞧瞧这人气 这些小伙伴绝对是志同道合的重口味吃过 而店里的老板兼大厨 这烹饪大厂的手艺可是大有来头 这都是你们家自己做的 都是我亲手做的 都是我亲手做的 你自己 我亲手做的 我非常这个手艺的 就是我这个家里边吃饭的 从我爷爷那一份他都会做这个 全部都是家常种法 没有任何科技和狠狠 一定要用在市场选 最新鲜 最好的食材 补料不会超过10周 它对技术含量都在料上 我要是在清洗清理 还有一个做的时候这个火花掌握 店里主打的就是大肠中的王者大肠头 所以价格比大肠略贵 卤大肠头100块钱一斤 卤大肠80块钱一斤 而且都是新鲜的大肠 当天卤制从不过夜 还有什么草 什么干鞭 红烧都有 花样这么多 对 做这么大肠 花样做大肠就是 我这是重口味 应该说是肥肠中度爱好者的鲜肠 刚才我们吃了这个蓝味的 刚才有肠 这个鹿 这个草大肠味道 对不对 这个草大肠味道 味道另有 那是炒大肠 别有埋风味 埋菜家就是大肠燕 这样 张导宇 大肠的各个做法 对对对 店里大肠的花样吃法 到底有多少种呢 瞧瞧这三个字 能称上燕的 你觉得几种合适呢 干鞭啊 滑溜啊 焦溜啊 还有比如转炸扳扳 炸的都可以 都可以 我这做法至少能达到二十 二十种 煎炒弄炸 为什么要肥肠燕呢 我一定要不许慈悲 咱今天就选上几种大家伙常吃的 替大家伙拿拿味 今天是一头扎进这大肠窝给了 深得我心 我就是一个重度的肥肠爱好者 他们家吃的就是肥肠燕 各种做法 当然最经典的就是咱们家蒸骨的肥肠 肠头 你看这肠皮厚实的 吃口原味的 不蘸汁 肉感十足 软按又不适嚼劲 据关键真的特别的香 它没有那种特别重的脏气味 只保留了肥肠的香味在里头 咸淡适口 确实不错 虾就人气 但你说下饭的话 还是再来点热的 烧大肠 这感觉 感觉是实心的 能听到声音吗 嚼着你那咯吱咯吱的满口生香 最关键是口感太好了 每嚼一口 感觉这个肠头里面是带汁的 能把这汁给滋出来 再尝尝这个干鞭的 我鞭到这种状态的 这个我还都会吃 有点像锅吧 你知道吗 里面的油完全没有 我不是助理的吗 你赶紧还是编的过程当中已经化掉了 就剩外面厚厚的长衣 这就属于那种油香油香的 吃上去也不腻 这种麻味特别明显 吃上两三挂点嘴唇和舌尖也有感觉了 就是召集一帮爱吃肥肠的人 买到这儿 聊一天吃吃肉 一般都说过肉也 买这儿就是过肠也 天哪 iren